炸裂陳子豪 一起炸裂陳子豪 看得出來有練過一抵達台灣 就馬上炸裂一下 跟著球迷一起唱 差點把桃園機場當作主場 忠信兄弟啦啦隊PASSION SISTERS 新增兩名外援 編合律和李丹菲 12號下午抵台 一見到球迷就先圈粉 大家好 我們是PASSION SISTERS 我是李丹菲 我是編合律 歡呼聲不斷 粉絲很買單 畢竟一下機又是送禮物 又是讓球迷拍好拍滿 不枉費有粉絲 凌晨就來卡位 大概3點多快4點就到了 感覺戰力更強 希望他們可以拿到冠軍 不只大批爪迷來接機 忠信兄弟也派出四名學姐 帶球衣一起來迎接 也喊著要帶新成員們 到夜市吃好吃滿 我希望你跟台灣的美食 都吃得到 要跟他們分享好多台灣好吃的 因為我很喜歡吃夜市的QQ球 對 地瓜球 對 地瓜球 很想要跟他們分享 30號開幕戰 就會正式亮相應援 一次兩名韓籍啦啦隊加入 就是希望讓新的球賽更炸裂 不過新的球季 各球團啦啦隊也都更有看頭 同一時UNI-Girls也公布兩明星成員 來自日職新舞師啦啦隊的 千鴻和西美 新的賽季全新陣容 終止紀錄六隊的時代 啦啦隊也積極繳致韓外援 場上拼球季場邊焦點也不能少 TVBS黃光偉仲宣桃園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